其實搞好香港都會吸引到人生 現在這樣沒有人會想生 怎樣搞好香港 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今年4月發表的 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指出 香港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另一變相 最近排放核廢水事件上 有市民表示完全不擔心日本水產會受影響 因為他並不打算有下一代 除了香港夜市 生育率逃無疑問是香港現在迫切要面對的問題 到底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 他們有沒有什麼建議去幫忙一下政府呢 我們馬上去為大家直擊一下 不打算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暫時應該不會考慮 在香港我也不會考慮 沒有 我也沒有 這一代是最後一代 不是說笑而已 因為我覺得現在社會大趨勢都改變了 很多東西都沒有以前傳統觀念那麼重 不一定說什麼樣以防老 我覺得這些很軟的說法 我覺得應該省點錢 拿點錢去旅行 生活指數 還有學校的問題 那個教育的問題 應該暫時在香港不會生 計算過數 可能人工根本是幫助 就是供應不到自己的子女的學費 或者生活 還有可能最大的問題 都是住的問題 生小朋友要花很多錢 就是養他 可能要上學那些很多錢 香港那個教育制度 比較太直 然後弄到他們可能太有壓力 然後就不想下一代 就是suffer同一樣的 太忙 應該做不到 還有沒有什麼時間 也要上班 也要儲錢 那些 你要兼顧很多東西 如果你想養大一個兒子 你要付出很多東西 那些 你要想想全部的東西 看看自己能不能承擔到 我覺得是 就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家裡很不逼的 雖然是私人樓 但是也有五個人在裡面 只有兩間房 其實環境都狹窄 還有沒有錢 哪有錢啊 可能是錢的因素 或者是豬的問題 大錢啊 就是可能你生小朋友 你可能有多些津貼的那些 可能有津貼 多些福利啊 或者多些津貼啊 那些 例如可能 第一個生小孩 減多些稅 可能要改變一下那個 教育環境先 太長了 就是上學太辛苦了 我也讀不到書 我也不想如果生小孩出來 要這樣讀書法 我自己都搞那麼好 我幫他 所以就 可能要改變一下風氣 那些公屋 公屋 公屋站得快一點 還有少一些新移民 可能 沒有建議給他們 基本上我們想到的 他一定想到 我們可以知道的 沒理由他們想不到的 他在坐那個位 如果要我們告訴他 他才知道的話 那他要看到 現在他在坐那個位 是不是值得是他做的 其實搞好香港 就會吸引到人生 現在這樣沒有人會想生 那怎樣搞好香港 我被人抓 我不說了 其實不單止是香港 全球的生育率都越來越低 又沒錢 又沒時間 怎麼生啊 如果要為提高生育率獻計的話 我會說是 即刻升值價人工 每日翻小幾個小時 多謝